10万以内有什么好车推荐? 希望我们就会按照价格梯度来给大家推荐这个价格范围内比较适合大家的车型 那首先呢咱们第一期是10万以里的车型 那第一款车就是飞度,它的观众指导价是8.18到10.88万元 那这款车很出名,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款车 它的空间表现很好,而且很手牛 在同级别车型中它的动力表现也很不错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平民超跑 而且这款车的改装空间也大,反正劲儿多 最重要是这款车的保值率很高 就拿我身边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 我同事啊,17年买的这车落地9万多 那它开了3年啊,还能卖6万7 可以说这个保值率是很变态的 那10万以里呢,买飞度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第二款车型就是哈佛的初恋 它的官方指导价是7.89到11.29万元 那这款车是个新车,今年年初才刚刚上市 它的车身指动都活跃差不多 但是价格也比不为便宜 和三代,哈佛H6是来自于同一个平台 买方界也是一样的,如果调料有所不同 那可以说是三代哈佛日出的小地一样的存在 就是哈佛初恋这个车 那它内外设计也是比较年轻的,配置也非常丰富 不到10万元你就注意 可以拥有全景黏妆,皮质座椅,还有皮质方向盘 不要是进入等等这一系列的配置 还是非常适合那些预算不足的小伙伴来入手的 那第三款车型就是五零红包迷你AA这款车型 它的官方制造价是2.88到3.88万元这么一个售价群 可以说是很便宜的这么一个售价群 可能大家听到这款车型就会觉得说 哇,那跟你刚才推荐的那一款车型 是很经济的一个小车 这款车不仅仅说是取代了这个老年代步车的认识 很多年轻人把它买过来进行一个个性的改装 改装完了那个车型就特别像那个 宫崎俊东卖里面那个东卖人开那个小车 非常的这个可爱 而且五万元一类的这个价格 就也就是买一个轻车包的这个钱就可以拿 像这个小车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的这个续航170公里的这个最高续航 可以比如说买个菜呀 比如说你是短途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上下班的通勤 我觉得这款车还是够用的 而且这款车的这个身材比较小 你无论是停车还是日常驾驶中的这个并线都是比较方便的 还有一个事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这款车已经上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报纸 有不少日本媒体呼吁要进口这个宫崗迷尼EV这个小车 因为他们他认为这个在他们国家这个这个小这个小车不仅这个用途比较广 而且这个这款车确实很经济实惠 所以说五菱啊真的不愧说是生产神车的公司 而且这款车型也非常适合这个就比如说你给父母去买 包括你自己啊平常就是说短途这个通行也都是可以的 好了那这以上就是我们推荐的几款就是10万亿里的这个车型 我觉得这10万亿里的车型可能还有很多 就是当然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 可能我们也不能一一的就输给大家 但是这几款车型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推荐给大家 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